五 六 七 八 台南市原住民族教育支援中心的 基督鲁 原民智慧游学活动 今年首次开放给学龄前的孩童 就吸引台南市许多幼儿园报名参加 内容结合科学原理和原住民族传统智慧 透过亲身体验让小朋友在游戏中学习 平常在学校没有看到那么多 就是这种乐器 小朋友可以借我这次分享 就是体验原住民的文化以外 然后也可以听到原住民很多不同的故事 除了传统乐器 狩猎文化 还有各族群的神话故事 加上中心特别制作的教具 让学生更能深入故事的情境 有狩猎 有音乐交响曲 我们还有阅读绘本 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平板舟或者是山珠的折子 那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体验到原住民文化的美 参访对象从幼儿园一直到国中学生 也开放给外县市学校报名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建构参访学生 对原住民族文化的基本认知 记者帮他在来摁摁市场我不知道